哈囉,我是Jini 哈囉,Torre 今天是我們一季一次的整組換掉單元 好久 超級久不見 但其實會拖這麼久 是因為我之前不是去韓國遊學嗎 然後他去出差 所以我們根本就沒有辦法碰上 所以這個人其實早就瞧好了 只是拖了超久 對,我們真的是有在進行 因為有很多人問我說 還會有整組換掉單元嗎 這單元怎麼不見了 沒有不見,還在還在 然後今天我們就是找來 也是我的朋友來被我趕照 先歡迎他 哈囉各位,我是Neko 耶,歡迎歡迎 因為Neko的頻道,妳介紹一下 我的頻道專門在講說書的影片 然後基本上就是只要用聽的 就可以把一整本書的知識聽完 懶人福音 而且是知識型耶 改造Neko 那Neko,妳先講一下妳平常的風格 穿搭 我平常的穿搭會比較幹練 然後比較歐美型 歐美型 今天是這樣輕鬆悠然改 對對對,因為就是今天想說輕鬆來 然後穿一些比較淡一點的 比較舒服一點的 像自己平常的 對對對,像自己撕一下樣子 我今天如果不是要 攝影錄影的話 平常撕一下就是這樣穿 然後妳的妝容是走有點 應該說說書的時候 比較歐美強烈一點 對,濃郁一些些 像我今天只用了兩個顏色 平常會用到五個顏色的照 就是它平常 它現在看起來是好像很柔淡型 但其實它 你們去我的頻道就知道 結果會被嚇到 就想說這同一個人 歐美路線 欸我三個顏色都很極限的 你才是專業的成功師 沒有沒有 那因為我們之前不都改造那種日系 對 我們今天來點不一樣的是韓系 因為我想要把它改造成那種韓團K-POP歌手 DRO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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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RO 都让它变成是油油亮亮的 我们可以拿这种打亮棒 额外做在我们需要亮的地方 清点上去就好了 因为韩团也是很注重的光 他们的脸绝对要亮到不行 亮到不行 就是蜜粉上演之后再拍它 因为它可以咬住那个蜜粉 你们如果在盖刺青的话 你就会知道谁我在盖刺青 眼头这里也可以来点 眉峰需要吗 嗯 眉峰 OK 你帮我要讲走咯 抱歉 我只能超级问问而已好不好 我们一样先把眼影叠在 穿眼皮折里面 把这边的颜色叠得满满的 边界往上晕染 所以你看这样晕染之后 这里的颜色可以全部留住 又可以建成到上面 一次又做出两个颜色了 下眼影然后推到眼球的三分之二处 之后呢 我们这次要做一个 顾压的东西 往后推 从后面回来 把眼睛往后放大 这样顺过来的这个地方 往下拉出一条线 因为我们要把眼睛往后加宽 然后这个颜色要自然的话 你要一层一层慢慢叠 所以我先叠了一个浅咖啡色 你有时候买 霧面的眼影 如果你只用黑色的话 它有时候下手会太重 所以眉粉这两个颜色 刚好非常非常适合 轮廓里面该有的颜色 然后我们就脱出那条眼线 从眼尾的地方 从眼线的根部 把这个咖啡色叠出来 往上叠加 等宽等宽的加大 因为它是偶像明星 他要上舞台 所以我们的颗库 一定要把它修得立体一点 然后修这个边际线 那颜色上的挑选吗 颜色上的挑选 因为我觉得这盘的 这三个修容颜色 都非常适合在脸上 因为本来脸上 就不会有偏红或偏黄 一定都是这种卡其色调 所以这三颜色都太棒了 那我们现在用这个 香槟精这个颜色 打在梯子的部位 让他的鼻子整个跑出来 为了防湿手 我们从眼中的部分开始画 现在睫毛根部 先画一点 顾眼影 对眼影 之后呢 超快接近眼尾的地方 我们往后面拉开 这样拉开就好了 我们下期间 我们下期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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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期见 下期见 比较满 后期见 比较满 后期见 我这次装的重点都把它放在眼影上面 然后这次全部都用雾面的眼影 因为雾面眼影比较自然 然后可以画出非常非常深邃朦胧的感觉 所以今天是完全没有用到那种珠光啊 一点珠光的眼影是完全没有 一点都没有 对今天是一个全雾面的眼影教学 然后把珠光亮者放在你的皮肤上面 所以他现在皮肤是非常有水光啊珠光的 左右转动的时候是非常漂亮 那你装的重点还有哪一个 除了雾面眼影 还有这个 这一条 眼下的这一条 必须要那一条你知道吗 露面的眼影是不是有个比较大的问题是容易长长的 而且不好晕 然后显色会特别好 然后你会要用很大的努力去把它推开 所以画露面的时候一定要非常非常小心 还有修容的地方 修容我特别用了一个古铜色 然后还有刚刚那个不关灯那一盘 然后两颜色加在一起 然后因为你知道这种漸层就是要越多层会越自然 所以我们一定要慢慢从浅上到深这样 哦从浅上到深 然后它的红唇也是霧面 所以这整个妆里面就只有肌肤是亮的 其他都是霧面 那这样会觉得你的皮肤非常非常漂亮 真的耶 原来这是一个小诀窍 对啊你不能全部东西都亮 你全部东西都亮 你就不会觉得你那个高光非常突出 你看欧美妆的时候也是 或是不要全部都霧 对 是吗 就是要一个小重点跳出来 好那再来穿搭的部分呢 我这次也是搭了两套 第一套就是它身上这一个 有点要去上台跳舞 比较运动妆 结合西装外套的感觉 因为我里面帮它搭的是一个蕾丝的背心 我觉得非常的性感 超性感 我好喜欢这件 好喜欢吸气 好喜欢这件 这件真的好喜欢这件 然后因为这样子可能会 因为蕾丝大家可能想到说比较可爱 比较末幻 但其实我帮它搭了一个比较帅气感觉的 西装外套还有这个运动裤 因为有这个 怎么讲旁边有这两条 莫名就很运动 然后它又是下摆和伸缩 有缩口式 再配上一双运动鞋 所以我们就要上台跳舞啦 确实帅气的感觉 对 就是帅气女团 但是又有点可爱 因为我帮它搭粉红色的 对 然后另外一件紫色的 我是帮它搭 我想要一个很复古又强势 很有气势感觉的 非常有效果 所以我们对 有点舞台感 好然后今天我们也是觉得 改造非常成功 我自己觉得很成功啦 每次都很成功 因为我们一次一季一集 非常的用心 用心准备了一季 真的 拜托成功 耶 那我今天 那你今天是满意的吗 算了算了 1到10分 1到10分我可以给 9.5分 哦 好耶 好耶 下机长 好了大家觉得怎么样呢 也可以留言告诉我们喔 你们觉得它适合这样子 有点韩戏女团 感觉 只是一个风格感觉的造型 你们觉得如何呢 欢迎留言告诉我们 然后今天影片就到这边咯 如果大家喜欢的话 记得按下赞 还有订阅我们三个人的频道 我会放在下方 今天影片就到这边咯 大家记得 下次见 拜拜 拜拜 好 耶 咯 咯